易雪 这么多年是我对不起你 要不是杨菲医术高超 你怕早就不在人世间了 说到底啊 你和上一辈的事情是无关的 是我给你们小两口添麻烦了 小两口 您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不管别人同不同意 你都是我杨菲的女人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还在这呢 易雪 你非我所生 你的婚事啊 你自己做主 妈 妈 对了妈 您说有我需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呀 叶家和独孤家能保持多年在商业战场中屹立不倒 凭借的可不单单是几家的商业嗅觉 您的意思是 他们还有其他手段 说到底啊 就是这群人混蛋 他们仗着自己的商业版图 不断打压其他公司 几乎垄断 他们不仅欺上瞒下 强拆真谛 还操控股市 考得多少普通家庭倾家荡产 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 不少人提出了疑忌 却都让他们找了打手 让那些人永远都比罪了 您说的这些啊 我都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证据啊 如果没有证据 股东大会那帮股东们 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 谁说我没有证据 这些年 我搜集了不少催证 我都好好存着呢 妈 证语在哪啊 操纵股市 强拆民屋 征收保护税 谋杀 证理都在这里了 雪儿 你怎么了 杨飞 我该怎么办 我帮你一起追查叶家 更大的原因 想证明我父亲无罪 我父亲不是坏人 可是当我一步步 接近真相 我就越来越慌 我发现叶朝 和我印象当中的父亲 完全不一样 正极倔草 我该怎么办 妹妹哥哥 听父亲说你回来了 我专门给你熬了粥 明月 你先出去 我和你嫂子说点事 可是 技术熬了很久的 你先把这个放到这 我们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明月 如今 证据我们都有了 就得做点什么 否则 我不仅对不起我的父亲 更对不起被叶家 被独孤家残害的人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担心你的父亲 只要叶朝他真心悔过 他永远是你的父亲 也是我的父亲 谢谢你 要是没什么事 今天的股东大会 就到此结束 等等 我李某人还有几句话要说 最近我从几个朋友那 可能在东西 叶老板让我帮我看看是真还是假 你可惜了 你咱们的大 你的要求 我记得不帮的道理 这是 叶老板可真是大能耐 不仅背地里干的那么多事 还行着下空窗 这是无线 谁 究竟是谁下空窗啊 哦 叶老板的意思 是说我李某人连证据都听不清了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叶老板这个位置也不可以做 我跟几个股东商量了一下 有比你更合适的 你因为你为了 你如果想重 zg 你怎么知道 我把他太习惊了 怎么说 我怕自己 你开心 你开心 我看自己 你开心 我开心 你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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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板呢 可能没有以后了 这个证据 我还给了检察院和警察局一份 有什么话呀 你还是跟他们说起来 杨飞 你害我们叶家 让我们融入街头 这口气我必须要出 这都是你们求由自己 放屁 你还不是为了独吞叶家 你们这些人的脑子只有争斗了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本事 不堪一击 菲菲哥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杨飞 我死也要让你陪赠 有点 你 Nerys 你没什么 回事 我 Ariyou 我 你哥 我 很有可能 我 我是 我处理过了 还好没什么大碍 那茗玉这丫头 怎么还不行啊 还是损伤了一些元气 会醒过来的 等茗玉醒过来 我再给她开些 补气血的方子就好了 杨威 二叔 您这是做什么呀 要不是你多次救茗玉 茗玉的性命 恐怕早就没了呀 这次茗玉 也是为了我才受的伤 更何况 我一神医术再生 本应就该治病救人 茗玉 你醒了 茗玉 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没事 让你担心了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了 一定不要冲在前面 躲在我身后 听见了吗 茗茗哥哥 这一次 我也不过是 还你救命之恩罢了 就这么多次 而且这么久 我也想明白了 我之前对你 一直是仰慕崇拜之情 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而且 我之前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你的事 你还会 送我这个妹妹吗 你永远是我的好妹妹 小飞啊 我真心希望 你能继承杨家 这本就是你父亲 打下的天下 给你 也是名正言顺 茗玉和歌 您就答应我父亲的 不计我老了 我想跟茗玉 过几年清香的日子了 二叔 我答应你 但 这家产不仅是我他 更是咱们杨家人的 这家产不仅是我他 哈哈哈 对 哇 你 快无 resolver 好 咱们 好 嗯 我 这都没洗不好的 没想到结婚既然这么累 咱这一个结婚 就能让咱们一代商业霸主含泪 那咱这后半夜呢 看你现在还领压力指的 后半夜 你可要保护好嗓子 没想到 最先来看我的人 竟然是你 独孤先生 好久不见的 好久不见 你是特意来看我的笑话 啊 今日并非是我主动讲的 只是有位故人 托我给您带句话 故人 您真的不回叶家了吗 若您执意如此 那我也不再劝阻了 这个清静之地也挺好的 可否请施主帮我给一位故人带句话 出家了 出家了 此恨不关 封余愿 此恨不关 封余愿 此恨不关 老公 这段时间呢 你就不要操心公司的事情了 好好陪陪我好不好 都听你的 老公真好 爱你哦 哎呀 我这推了公司所有的事情 陪你度蜜月 就一个吻 对面太敷衍了吧 哎呦 我们堂堂杨董事长 还撒娇吃醋呢 好吧 那我就再讲了一下 小雪 谢谢你啊 哎 我就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为什么要谢我呢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明白一个道理 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都会紧紧握着你的手走下去